抽象类 那么这个是我们什么抽象类 存虚 存虚函数 和什么呢 这是虚函数 虚函数 存虚函数和抽象类 抽象类 抽象类 抄杰有点霸道 那么接下来继续 也就是我们在线下 在线下的话 别干起来 两个会加油的 两个会加油的 给你们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那么虚函数和多几层 多几层带来了一些争议 就是我们也知道 多几层会带来二一性 也会争议 但是接口几层 就像我们刚才设计的抽象类 这种是毫无争议的运用 毫无争议的 因为它不能死掉对象 它什么都没有 你需要重新去写 重新去写 那么如果伙伴们 如果伙伴们 如果发现了 一定要注意 有的在什么 在这个评价里面 说两个 有的时候生意图案断的 可能是卡了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我在上课的过程中 有可能 就是公司内部 内部会发信息给我 有的时候我会看一下 看一下公司的 就是部门的那些聊天 它有的有信息提醒 有信息提醒 因为它不在乎你在上课 而是在乎我的信息 通知到没有 没有没有 希望理解一下 好 说说我们的这个 接口计程 就是什么叫接口计程 就是我们设计个抽象类 然后计程过来 这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应用 绝大多数面向对象设计 都不支持多计程 但绝大多数 都支持接口这个概念 因为接口论好了 比如说我把一个 抽象类接口论好了 其实就告诉你 这个项目的流程了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 冲泡茶水 饮品的流程告诉你 就是那个接口给你 封策好了 我就把抽象类给你 其实你看这个 第一是冲水 第一是煮水 第二是冲泡 第三是放入杯中 第四步加东西 你就明白了 这个项目流程 你做起来更加轻松 看到没有 所以说接口内中 只有函数的原型定义 没有任何数据定义 那么多重计程接口 不会带来二义性和复杂性 接口只是一种功能声明 并不是功能实现 注意它只是功能声明 并没有实现它 所以说它就不会有 什么二义性和复杂的问题 它只需要根据你的实际功能 定义实现就行了 注意除了吸构函数外 其他都必须是程序函数 其他都是生命程序 那么一会儿我再讲 吸构函数为什么出外 其实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吸构函数不能定义成 就是说定义成那种 等于0的那种 是因为吸构函数 它是要释放动作 然后如果你不实现函数体 它是不知道怎么释放的 好了就这个 然后呢 虚吸构函数了 这个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对吧 讲这个抽象类之前 已经把这个吸构 什么了 吸构函数是不是已经讲了 虚吸构函数 就说白了 就说我们在有的时候 虚吸构函数是干嘛的 虚吸构是解决积累指针 指向派生内的时候 那么用积累指针删除的时候 派生内 用积累指针删除派生内的对象 删除派生内的对象 就是说 虚 虚函数的目的是什么 是解决积累指针 指向派生内的对象 并且用积累指针 删除派生内的对象 如果你不用虚吸构的话 那么删除只能删除什么呢 派生内中的积累部分数据 一定要注意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的是 纯虚吸构函数 纯虚吸构函数 那什么叫纯虚吸构 说白了就是什么 纯虚吸构 你看一下 它的 你看 虚吸构函数 纯虚吸构函数 看到没有 它多了一个纯字 多了一个纯字 虚吸构呢 说白了就是吸构函数 加个Verture修数 这就是吸构函数 这就是 这个是吸构函数 这个是吸构函数 那么加了个Verture修数 就叫虚吸构 就是描述的是这个 那什么叫纯呢 纯是不是就等于0呢 不是 不是 不是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就等于0 等于0它和我们不一样 这等于0还不一样 主要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 你看 非纯虚吸构函数 非纯虚吸构是什么 就是说吸构函数 加Verture修数 这就叫什么 非纯虚吸构 它是虚吸构 虚吸构 它虚吸构 那么什么叫 纯虚吸构呢 看到没有 纯虚吸构就是 Verture修数的吸构函数 而且等于0 等于0还没完 我们说吸构 它是系统自动调用的 那么这些这种特点 不管你能不能实力化对象 那么这种吸构的动作 那么你必须要指明 吸构动作指明 那么吸构动作指明 就是什么 还必须实现函数体 这也就是 纯虚吸构 特殊的地方 就在这 和普通的纯虚函数 普通的纯虚函数 是什么 你看 普通的纯虚函数 在我们的内容 也在注意 普通的纯虚函数 大家看一下 普通的纯虚函数 它只需要Verture修数 等于0 就OK了 这就是普通的纯虚函数 普通的纯虚函数 当然纯虚吸构 是什么 纯虚吸构 光等于0还不够 因为等于0 只是说明什么 这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纯虚吸构 它等于0 只能说明 这是吸构 是纯虚吸构 由于吸构 二字的特殊性 那么你必须 实现这个吸构 不管干啥 也要实现 因为这个实现 是告诉编译器 我将来 吸构的动作 该怎么做 或者说是 当将来 我们去释放 释放什么呢 子类的时候 释放子类的时候 我们看一个现象 就是一个现象 是什么 比如说 我们用一个 鸡类指针 指向我们的时候 指向我们的子类 那子类会调用 我们子类的吸构 子类的吸构 看到没有 子类的吸构 一定要注意 子类的吸构 那么子类吸构 一旦调用 调用完后 会自动调用 负类的吸构 负类的吸构 对不对 我前面是不是讲过 这个问题 是不是自动 会调用负类吸构 如果你在你的类里面 如果对这个吸构 含数不实现 那么它去调用 负类吸构的时候 真不值得干啥 也就是这个地方 会崩溃的 这个地方会崩溃的 所以说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存需吸构 存需吸构含数了 除了等于0以外 还要必须实现 我们的函数体 这和我们普通 吸构含数了 存需含数了 普通 存需含数了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那 为什么要实现呢 我可以说了 当我们通过机内指针 去释放 我们说 存需含数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通过 机内指针 去释放机内空间的时候 它会先调用负类吸构 那么调用负类吸构 系统会自动的 去调用负类吸构 结果你的负类吸构 都没实现 它如何去调 负类吸构都没实现 如何去调 调不了 调不了 那就说白了 负类 就负类这一部分 负类中的负类这一部分 那就 对边缘器来说 就没办法正常释放 没办法正常释放 就出问题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存需吸构 除了等于0以外 还要实现函数 只有它有这个特点 只有它有这个特点 一定一定要注意 只有存需含数 有这个特点 OK 那么再来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个知识点3 存需吸构含数 存需吸构 存需含数 抽象类 那么接下来是 存需吸构含数 那么这也是面试题中 经常问到大家的这种 问到 比如什么叫 存需含数 什么叫 什么叫虚含数 什么叫存需含数 什么叫 虚吸构 什么叫 存需吸构 就这些 就是这四个问题 四个问题 对比的什么 对比的问题 对比的问题 OK 那么就是存 存需 吸构 存需吸构 存需吸构 那么存需吸构的格式 是什么呢 要注意 存需吸构的格式 首先 它必须要满足 存需的概念 那存需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我把这个 负责管就行了 这个负责管就行了 这就是存需吸构 首先它是什么 吸构含数 那么这是一个 加了等于0 这就说明是 存需的 是存需的 而且呢 由于是波浪号 它肯定是吸构含数 吸构含数 那么这弄完过后 一得注意 这还没有完 必须干嘛呢 存需吸构 还必须干嘛呢 实现什么呢 实现我们的 这个吸构含数 这是也比较特殊的 这也是和普通的存需含数 不一样的地方 必须实现这个含数 必须在外界实现 第一步 第一步呢 Virtual修饰 修饰 修饰 干嘛 加上什么 加上 加上什么 等于0 这就是存需 存需 而且呢 第二步 必须在外部实现 必须 必须实现什么呢 实现吸构含数 吸构 吸构含数的什么呢 含数体 含数体 那么这儿为什么 看了没有 你看 那么和普通来比较 和普通我们的比较 和普通的存需含数来比较 和存需 这是存 存吸构含数 存需吸构含数 存需吸构含数 就这样的 必须实现含数体 而存需含数呢 存需含数 那存需含数呢 它是什么呢 它呢 是这样的 它是不需要 不需要 实现 实现什么 含数体 不需要这样 那么存需吸构 就必须实现含数体 必须 那必须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必须呢 原因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 积累 通过积累指挣 通过 积累 积累指挣 积累指挣 释放什么 释放指内 对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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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首先 先调用什么 先调用 先调用 调用什么 指内吸构 指内吸构 再调用什么 这自动再调用 负内吸构 负内吸构 如果你吸构不实现 如果负内的 如果负内的吸构 不实现 不实现 那如何调用呢 无法实现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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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就在这个位置 原因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要实现 OK 这就是我们的存需吸构 存需吸构 一定要注意 那么你设成 存需吸构过后 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抽象类 都是个抽象类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随便写一个 随便写一个 新建工程 03 我来调整一下 来大家看看 那么这时候我设置一个类 设置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就叫 basis 基类 那么它呢 我们也不写其他存需函数了 存需函数了 写一下吧 存需函数 首先是虚函数 虚函数 对比 算了别整那么多了 就来一个什么 吸构函数 存需吸构 先把这个讲明白 存 虚 吸构 函数 存需吸构 OK 那首先是Vertures 然后呢 波浪 序函数呢 是basis 没有什么形成 这儿呢 注意好 注意注意 这儿加什么呢 加等于0 等于0 好 然后呢 干嘛呢 在外部实现 外部实现 我把它移到上面去 移到上面去 OK 那么这实现完了过后了 OK啊 实现完了过后了 注意好 这就是存需函数 那么我们说 只要看到存需函数 只要等于0 是不是就抽象类 那也说既然是抽象类 我们能用它实力化追象吗 basis 能用它实力化追象吗 它的本质是个存需函数 是报错了 看到没 报错了 报错了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抽象类 它是个抽象类 它是个抽象类 所以它不能实力化追象 看到没 是不能实力化追象 不能实力化追象 注意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可不可以直接写到这里边呢 可不可以写到这儿了 那可不可以写到这儿了 不写到外边 可不可以在里面实现 可不可以这样写了 是不允许的 看到没有 没有这种定义形式 没有这种定义形式 两个 我可不可以写成这样 不能这样写 不能这样写 因为这个上面描述的是什么 这个加分号描述的是什么 描述的是什么呢 描述的是一个 存需函数 存需系构函数 存需系构函数 这个描述的存需系构函数 而外面呢 只是给这个存需函数 加上一个实现 加一个什么呢 实现 加一个实现 那么这种也说明只能在外面 外面就实现 至少在Qt里面是这样的 Qt里面 OK 这就是存需系构函数 存需系构函数 所以不能实现这些 OK 好 那么这个 这个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就知道是什么了 存需系构 它就是什么 一定一定要注意 首先等于0 说明是存的 存需的 那由于吸构的特点 吸构的特点 由于它是吸构 就必须实现 为什么实现呢 因为我们将来通过 机内指振 释放我们指的对象的时候 指的对象 先要调用指的吸构 会自动调用 附的吸构 如果你不实现 它无法调用 无法调用 释放不彻底 所以这个 那么接下来 这是我们的什么 啊 啊